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郭哥别老迪哥 黄元龟什么温度可以喂食 什么温度不能喂食 这也是一个很多龟友很难掌握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我们曾经讲过多少个视频 但是还有很多龟友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以前也讲过 活体这个它不是做数学题 千万不要当成是做数学题 然后1加1等于2 不等于2它就是错 不是的 活体它只有一个框架和范围之类去操作 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是物归最活跃的时候 包括状态呀 生理机能新陈代谢状态最好的时候 也是正长个子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夏天温度高 基本上都是20多度30多度是吧 超高温地区有时候一出现温度异常 389度40多度 地方也有 但是那就太高了 我们就不拿这种特殊情况来说 我们就说正常情况下 以前没有像这样子去跟大家 给大家给一个参考值和范围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和范围 然后大家一定要去掌握这个龟 这个物种啊 乌龟这个物种 它对温度变化了一种适应的一个范围的参数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今天低温25度高温36度 这就不用说了 当然可以喂 这状态最好的时候 对吧 低温25度 高温30度 没有问题 尽管放心的喂 今天温度18度到25度 可不可以喂 可以喂 因为它低温还不算很低 高温也处在一个相对活跃的一个状态 那15度到20度就不要喂了 因为低温已经比较低了 高温也不高 9度到21度也不要喂了 大家通过我这几个参数去吸收 综合的吸收掌握一下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一些其他的条件 就是今天温度25 30 天气一爆爆明天降温 明天降到10到25 能不能喂 不要喂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温度虽然很高 但是过了今天 然后凌晨就降到10度 这是一个巨大的温差 它今天吃进去之后 新陈代谢非常的快 一到了晚上 它新陈代谢减缓了 它吃进去的食物在肚子里面 不能够很好的消化的话 容易肠炎 就是活体这个东西 它永远是一个概率性的东西 不是绝对性的东西 当然有的 有的龟 他吃了没事了 对吧 但是我们说的是预防 预防万一 但你正好你碰到了 你的龟碰到了 对吧 就像我们洗澡一样 有的人体质好 洗完了出来衣服也不穿 没事 有的人同样的温度 一洗完出来风一吹 感冒了 就是说 它这是一个概率性的东西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温度的一些参考值 大家一定要去掌握 就是高低温 温差很大的时候 不要胃 然后在刚才讲到的这几个温度对比 去掌握一下 什么时候该胃 什么时候不该胃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过我们私信或者留言